为纪念花莲音乐之父郭子舅老师 一生奉献于花莲的音乐教育 花莲县文化局 每年都举办了郭子舅老师的纪念音乐会 今年度是以旧像沙龙音乐会为主题 11月12月总共有6场次的音乐会 是由花莲在地的学生、教师和音乐团体来进行表演 也欢迎民众可以前往欣赏、聆听 熟悉的乐曲这是花莲音乐之父郭子舅老师的经典名作 为了纪念郭子舅老师一生奉献于花莲的音乐教育 花莲县文化局每年都会举办郭子舅老师纪念音乐会 今年度以旧像沙龙音乐会为主题 11月到12月将会有6个场次的音乐会 在这次郭子舅老师的21周年的一个音乐会 我们办理一个旧像沙龙的音乐会 为什么叫旧像呢 其实在这个郭子舅音乐文化馆 它是在花中的一个旧宿舍里面 那我们希望说来让我们在这里 会连续办理一个6场次的一个音乐会 我们希望说能够有在地的合唱团 包含学生们都能够来 这个了解郭子舅老师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跟文化 我们在这次呢总共一个6场次里面 那其实可以看到呢 有深植乐榜花莲合唱团 花女花钟东华音乐 还有花钟跟教室合唱团 我们希望说能够有这个在地的合唱团 跟学校音乐班的一个学生呢 这样子组合而成的一个旧像的一个沙龙音乐会呢 我们希望说能够有扩及到呢 更多的一个这个县民或者市民的一个参与 就像沙龙音乐会共有6个场次 请到花莲合唱团 花莲教师合唱团 国立东华大学音乐学系合唱团 花莲高中合唱团 花莲高中管乐团 花莲女中管乐团 还有深植乐榜参与演出 11月14号起到12月19号将陆续有6个场次 也欢迎民众一同来聆听 花莲人心中美好动人的音符 不见人会欢迎视报导